老婆今天想吃棒骨 咱们准备新鲜的猪棒骨 给它剁成大块 水开下棒骨 加点料酒焯水 捞出洗净 起锅烧油 下冰糖 枣红色下棒骨 加上开水 放上葱姜八角 桂皮香叶 生抽老抽和蚝油 来一勺黄豆酱 少来点啤酒 来点盐和鸡精 倒入高压锅中 上气 用高压锅上气 压三十到四十分钟 朋友们 酱大骨的做法有很多种 咱们这种是比较简单 而且好吃的 朋友们如果手里有双鸡 给得子一个双鸡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 酱大骨出锅了 朋友们 如果您不会做饭 请关注我麻辣得子 感谢大家支持 感谢大家支持 今天给大家做蚂蚁上述 咱们准备粉条 加热水泡二十分钟 泡好备用 咱们准备一些 葱姜蒜末 青红椒和肉馅 起锅烧油 下肉末 翻炒均匀 加脾线豆瓣酱 放葱姜蒜 炒出红油 放泡好的粉条 加点生命的圆泉 生抽 来点老抽上散 蚝油提鲜 加一点盐和鸡精 朋友们 盖上锅盖 烧两到三分钟就可以 朋友们手里有双鸡 给得子一个双鸡 感谢大家的支持 撒上青红小米辣 分炒均匀出锅 蚂蚁上树完成 朋友们啊 出锅的时候 上面应该撒点香葱 我没撒 朋友们如果您不会做饭 或者说晚上不知道吃什么 请您关注我麻辣得子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 我们今天做麻辣八爪鱼 朋友们 八爪鱼去牙 去掉内脏 水开下八爪鱼 烫十秒钟就行 烫好捞出 给它过一遍凉水 朋友们 我们今天做的是 麻辣八爪鱼的叫场 今天不跟大家要双鸡 感谢朋友们 对得子的支持 谢谢你们 起锅烧油 一勺脾鲜豆瓣酱 炒出红油 下葱姜麻椒干辣椒 整半罐啤酒 海鲜酱油 蚝油是提鲜的朋友们 白糖 稍微来点盐和鸡精 下八爪鱼 翻炒均匀出锅 麻辣八爪鱼出锅 朋友们 如果您不会做饭 或者晚上不知道吃什么 请您关注我麻辣盒子 感谢大家支持 今天咱们做黄焖鸡 咱们给鸡剁成小块 青红辣椒 将胡萝卖土豆和香菇切成块 鸡块加料酒焯水 鸡块捞出洗净 起锅烧油 下冰糖 枣红色下鸡块 翻炒均匀后 加葱姜蒜 八角干辣椒 稍微来点啤酒 来点生命的源泉 加生抽和蚝油 香菇土豆和胡萝卖放里边 盖上锅盖 炖15分钟就可以 朋友们这是咱们家朋友们要的黄焖鸡的教程 手里有双鸡 给得子一个双鸡 感谢大家支持 15分钟后加入辣椒 辣椒炒至断生 出锅 回家吃饭 朋友们黄焖鸡完成 如果您不会做饭 或者说不知道吃什么 请关注我麻辣得子 感谢大家支持 咱们给苍鱼打成这样的花刀 腌制加葱姜 料酒 加盐和胡椒粉 给它抹匀 腌十分钟 蒸锅上汽十分钟 准备葱姜蒜 肉末 青红辣椒和八角 蒸好取出备用 起锅烧油 放五花肉爆香 放葱姜蒜八角 皮馅豆瓣酱和黄豆酱 生抽蚝油和撩酒 加入生命的源泉 放上盐和白糖 过年了朋友们 这道菜是咱们饭桌上的一道硬菜 是必有的一道菜鱼 朋友们感谢你们对得子的支持 感谢大家给得子双鸡 谢谢朋友们 水淀粉勾薄芡 浇汁 完成 回家吃饭 朋友们 您不会做饭 或者说不知道吃什么的 请关注我麻辣得子 感谢大家支持 今天老婆想吃糖醋离脊 准备一块离脊肉 咱们把离脊肉切成厚片 肉腌制里边加一个鸡蛋清 加上矢量的淀粉 稍微来点生命的源泉 给它均匀的抓成这样就可以 起锅烧油 五成油温下锅炸 第一遍炸至定型捞出 油温升高复炸一遍 炸好捞出 糖醋离脊朋友们 最简单的方法 朋友们 感谢这么多朋友们 支持这能量 给得子双鸡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你们 调汁加上葱姜 一勺番茄酱 糖和醋 生抽 稍微来点盐 加一点水 浇汁 翻炒均匀 糖醋离脊完成 不会做饭的朋友 请关注我麻辣得子 感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